肖战之所以走到今天顶级流量的位置,并且已经三年多了,依然无人能撼动,他真的是在修炼本事,这条路上走得非常的扎实。 东方甄选里董宇辉老师曾说,人都善于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,这是一个人的本能,一个人如果能耐着性子,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,那才是本事。 但是肖战出入娱乐圈的时候,是抱着玩玩的心态,但是肖战就是这样一个连玩都能玩得认真的人,在这个圈子决定接纳他的那一刻,他决定从设计师转行到做一个歌手,至于演戏,他自己都连连摆手,说连想都不敢想,肖战自己也说,接触表演后,对表演很感兴趣,并且最让人佩服的是肖战的爆红,就是凭借自己的演技,凭借自己经典的作品。 他在不擅长的路上,走出了打造擅长的本领,在自己擅长的路上不停地前进,是一种天侠,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人性的这种本能,在未知的路上不停地探索,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,这才叫修炼。 但是,现实当中,又有多少人能放弃自己最舒适的领域,在全然陌生的领域里,摸爬滚打,人要受过多少的伤,流过多少累,挨过多少的打击,才能扛住这风风雨雨,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? 现在,肖战不管是在歌唱领域里,还是在影视剧领域里,都有着自己经典的作品放深。 这一路,肖战从设计师走到了一个唱跳剧家的爱豆,又从爱豆走到了一个优质的歌手和演员,又从演员跨界到了话剧领域进行尝试,又从艺人这个身份,重新回归设计师和品牌方,推出联名款。 肖战在一直在挑战的路上,大踏步的前进,肖战把这股狠劲儿,充分地运用到了自己的人生当中,他又默默地努力,汗水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极限。 这样的优质偶像,将给更多的人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,期待这样不断挑战自我,走出自己舒适圈的肖战,带领更多喜欢他的人,创造出更多的属于自己,也属于我们的奇迹。